要看到法身 意念清净 就可以看得到 重点 第一个重点 你的意念一定要清净 你也可以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 那镜子很干净 你可以看到另外你的自己 镜子有一个条件 一定是很清楚很明白 如果你镜子模糊了 你看不到你自己 你的意念就像镜子一样的 那样子的清净 你就可以引现出来 要看到法身最重要的一点 你的意清净 你意念清净没有 你如果一天到晚想 想钱 怎么会看到师尊呢 或者你意念根本就是杂念非常的多的 怎么可以看到法身 一定是意念清净的 不然就是因言记住的 你有因言 你有因言 看到法身 你跟师尊 会很有言的 像是师尊 像是师尊过去世的 在过去的跟师尊很有言的人 转世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 他可以看到师尊 那是他因言记住 看到的 有时候便不代表他的意念清净 他也可以看得到 你真正要看到的 就是你意念非常清净 上师相应法也是一样 你可清净 持咒 可清净 观想 意念清净 你身清净 可清净 意清净 就可以有相应 这三个清净 最重要的是意念清净